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为什么叹气啊 我没叹气啊 有些人经常无意识叹气 连自己都无法察觉 民间有种说法叫一叹穷三年 老人家就对一天到晚叹气很反感 行为展示性格 性格决定成败 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说 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接受暗示的动物 确实是这样的 一个人的性格如何就决定了他的身处环境如何 圈子如何 又决定了他的人生高度怎样 而这一切的变化 皆是源于这个人在面对生活时的态度如何 狄更斯说过 一个健全的心态比一百种智慧更有力量 生活中的事情不如意的远比如意的事要多 如果每天都在不如意中哀声叹气 抱怨生活的不公平 那你的人生永远只能屈服于苦难 难见明媚的阳光 反之如果面对生活万般的不如意 还拥有乐观的心态和换角度思考的智慧 那么困难自能迎刃而解 烦恼也能烟消云散 所以治愈了生活的不是金钱 更不是时间 而是你看开的一切乐观积极的好心态 一 叹气 只会让苦难得寸进尺 叹气改变不了生活 反而会让生活更苦 一个人一旦心中满怀怨恨 怨天尤人 总觉得世间不公平 觉得天下人都对不起自己 那他的人生就陷入了生活的陷阱 难以自拔了 就像曾经看过一句话说 差不多任何一种处境 无论是好是坏 都受我们对待处境的态度的影响 心由静转 静由心生 你对事情的态度 就是你告诉生活的唯一答案 《红楼梦》中大致若愚的刘姥姥 虽然出场不多 却是所有读者心中难以忘记的存在 其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展示出的是刘姥姥 获达又乐观的性格 刘姥姥很早就死了丈夫 是个靠着一亩薄田 来维持生计的老寡妇 她唯一的女儿 嫁给了王家孙子做媳妇 刘姥姥被请到女儿家里召开孩子 马上就要过年了 却因为家里贫穷困窘的现状 连一件过节的物件也没办法置办 女婿每天怨声载道 到处埋怨 惹得女儿也跟着成天哀声叹气 无心处理家中的琐事 刘姥姥一看 这样下去就要连年都过不好了 就给女婿出主意 你们祖上不是和精灵王家连过踪吗 何不去盘盘亲戚走走运气 就是这一句话 在年关之际维护了女儿家庭的生计 贫穷和困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丧失了面对的勇气 人生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性 可能会在山顶 也有可能会在谷底 但无论身处何地 有希望的人生才是充满光明的 当你的生活中充斥着种种磨难 种种失望 种种挫折时 请千万不要让抱怨占据生活 更不要轻易在人生考验中低头认输 因为苦难就是一只纸老虎 你若它就强 当你强时它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 不叹气的力量有多大 叹气就意味着低头 但不叹气人生才有希望 人这一生改变世界 哪怕仅仅只是改变一个已经发生的事情 都难如登天 而放弃叹气 乐观面对世界 你就会发现 当时你所迷失的困境 和那些无法改变的不幸 都统统地屈服于你的好心态之下 所以不去叹气 你的好运也就随之出现了 希尔顿酒店创始人唐纳德·希尔顿 在创业初期遇到了一个平静期 经过一番苦思冥想 他想到了一个好方法 微笑服务 当时正是经济萧条最严重的一年 有许多酒店都在此期间纷纷倒闭 希尔顿酒店也陷入了这场危机当中 然而希尔顿把所有员工召集到一起 并鼓励大家说 虽然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 但难关总有一天会过去 所以万万不能把仇云挂在脸上 要继续保持微笑 后来希尔顿酒店因为微笑服务 而感染了许多顾客 酒店不仅安全度过了经济危机 还有了跨越式的发展 成为了全世界最大的酒店集团之一 同一件事情切入角度不同 所持心态不同 形成的看法也不尽相同 叹气只会让你失去信心和勇气 越来越消极 最终一事无成 而不再叹气 微笑面对生活后 生活也会回报给你温暖和美好 有这样一句话 悲观像瘟疫 一不小心就会蔓延至生活的每个角落 乐观像太阳 照到哪里哪里亮 抱怨是一种负能量 越抱怨 身上的负能量就越多 最终只会将自己拖入黑暗中 难见光明 三 什么样的心态 决定什么样的命运 人和人最大的不同 不在能力 也不在选择 而在于心态 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 生活就是一面镜子 你对他笑 他也会回报你微笑 你对他哭 他也对你哭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着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情 而这些无法改变 也常常影响着我们的心情 生活的智慧也正在于此 我们控制不了世界的变化 但自己的心态 却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 也只有自己可以改变 曾经看过这样一则故事 有三个工人在路边砌一堵墙 有位路人经过问道 你们在干什么 第一个人无精打采的说 你没看见吗 正在砌墙 第二个人抬头笑了笑说 我们在盖一栋漂亮的高楼 第三个人一边干活 一边哼着歌笑容格外灿烂 他认真地说 我们在为别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十年后 第一个人仍在功力气强 第二个人成为了一名工程师 第三个人则是负责建筑工程的领导 心态好的人 一手烂牌也会化险为夷 心态不好的人 一手好牌也得不到成功 偏性乐观的人不爱抱怨 也不会迁怒 他们百得正自己的心态 从容地面对生活中所有的不顺 因为他们明白生活中的所有不如意 都不是能靠着抱怨而解决的 抱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它除了让你的生活变得更难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 正如杨将先生百岁时曾改言 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 到最后才发现 人生最曼妙的风景 竟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 我们曾经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 到最后才知道 世界是自己的 与他人毫无关系 世界不完美 我们更不完美 但当你修炼好了一颗平常心 就会发现 所有烦恼的根源都是自己 学会了接纳不完美 也就杜绝了生活中绝大多数的烦恼 人这一生 活得不过就是一颗心 心柔顺了 一切就完美了 心清静了 处境就美好了 心快乐了 人生就幸福了 人生长不过百年 生命也不会重来 愿我们都能拥有一个好心态 顺境淡然 逆境泰然 是非常有 不听当无 如此自能迎来 里外花名 花团紧簇的美好 人生漫漫 生活中难免有不愉快 有的人会因为小挫折而否定自己 有的人却能在失败中 找到改进的方法 继续努力 用什么方式 角度来解释事物 不同的解释形态 可能带给每个人 不同的发展过程 遇到困难时 即使有意识地 对悲观想法喊停 同时尽可能调整 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 去审视和调整 自己的思维倾向 从而更加积极乐观的视角 去看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这就是非负面思考的思维方式 遇到困难 保持行动 即使只是一点点成功 也有助于增加自信 而自信反过来 激励我们更努力 达到良性循环 正面的思维 乐观的心态 是可以这样锻炼出来的 亲爱的分享就到这儿了 希望你能给小叔点个赞 或者留言给出你的建议 别忘了把小叔分享给你的朋友 让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 还没有订阅小叔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